纽约市市长亚当斯今天宣布 是否与全市最大的公务员工会达成初步协议 共涵盖近9万名的工会成员 承诺增加工资提供一次性奖金 投资育儿基金等 市长亚当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初步协议将为期5年 从2021年5月26号持续至2026年11月6号 协议规定前4年将每年加薪3% 而在第5年将加薪3.25% 加薪幅度高于市府最初提议的1.25% 根据协议内容 工会成员将额外获得3000元的一次性奖金 此外 市府从7月1号起将工会的最低工资 提高到至少每小时18元 亚当斯指出 DC37的成员包括社工911接线员 学校交通警卫 以及工员和图书馆员工等一线工作者 为纽约市民提供了各方面的服务 非常之好 今天与DC37工会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劳资协议 除了奖金和加薪之外 市府还计划成立一个委员会 专门负责灵活的日程安排 包括远程办公 工会的管理基金每年也会获得300万元政府资助 支付工会成员的托儿费用 以提高员工的士气减少员工流失 甘纳迪国际机场JFK由于电力问题 一号航站楼今天仍然处于关闭状态 导致大量旅客滞留机场 多个航班被取消或转移到其他机场降落 根据纽线港务局今天发表的通告 JFK机场一号航站楼自周四开始 应停电影响运作 今天继续关闭 当局正努力恢复电力供应 航班追踪网站FlightAware称 停电导致至少31个国际航班延误 24个航班被取消 其中新西兰航空一架原定于周四下午5点40分 降落在JFK机场的航班 被迫改道返回奥克兰 另外一架从韩国起飞的航班 也在到达前被迫换道掉头 JFK机场周四在社交平台推特发文 证实机场一个配电装置故障 引发小火灾 导致第一航站楼出现电力中断 部分航班需要调整 4个小时后 机场宣布第一航站楼的停电问题升级 需要关闭 纽线港务局指 旅客前往机场前应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状况 又指机场正继续与运营商合作 将尽快恢复该航站楼的运作 联邦航空局的网站显示 航站楼关闭可能会持续到周六下午 纽约市市长亚丹斯周四宣布 中央公园标志性的湖畔餐厅 乐部船屋Lobo House 将由行业领导者Legend Hospitality接管运营 拥有150年历史位于中央公园湖畔的乐部船屋餐厅 由于新冠疫情影响 在2020年10月首次关闭 直到2021年3月才重新营业 餐厅拥有者波尔在去年7月宣布 因财政问题已经向劳工部门提交申请 在年底永久结业 遣散163名员工 同年8月 市公园局开始招募接管该餐厅的投资者 并与波尔合作 以确保已经有安排活动的客户完成服务 接管运营的酒店管理公司Legend Hospitality 承诺向餐厅注资325万元 以及25万的翻新资金 该公司计划对菜单进行全面更新 包括与知名厨师合作 全面修订租床计划 增加信用卡支付和在线预定服务 升级餐厅整体结构等 市长亚当斯表示 乐部餐厅是纽约市著名的地标之一 市府采取高效的措施与新的运营商合作 确保旅客和纽约人都可以再次享受美食和美景 纽约州参议会赛马博彩及投注委员会周三提案 扩充手机博彩业务 将增设21点扑克和制伞资等赌场游戏 州参议会赛马博彩及投注委员会主席阿多博表示 目前全国已经有7个州份实施手机博彩合法化 允许用户透过手机对赌桌游戏进行投注 据统计 纽约州手机投注合法化的首年内 手机体育博彩的投注已经高达160亿元 为州府带来超过7亿元的税收和接近2亿元的赌场牌照费用 阿多博指出 与体育博彩相比 通过手机投注赌桌游戏 可以为纽约州带来更多资金 他补充说 全州有超过380万个手机体育博彩账户 意味着去年约有四分之一纽约成年人参加 而且选令的运营商将手机博彩的总收入纳税30.5% 并支付1000万元牌照费 有专家研究预测 手机博彩在推行首年 可以为纽约州带来23亿至30亿元的收入 到第5年将增至40亿元 应该会超越其他州份